就是她 台北市成功高中创校102年来的首位女校长 刘晶晶 我在成功高中服务20年 担任英文老师 那我想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再回去跟我的同仁一起努力 来把成功高中打造成一个卓越的学校的话 我会非常的开心 高师大英语系毕业 在美国取得硕士后 刘晶晶2000年转任成功高中 一待就是20年 历经学校教务主任等职务 直到2020年出任中轮高中校长 这次是因为成功新任校长申请退休 刘晶晶在经过临选委员会通过后 将于8月走马上任 当然也算是回娘家 女校长的挑战 我想女老师应该没有什么挑战 所以女校长应该也不会接受到太多的挑战 我反而会觉得说 其实是一个能够跟学生建立关系的校长是比较重要的 而不是男性或是女性 直言校长的工作不会因为男女性有什么不同 但专收男生的成功高中 从1922年创校至今都是男校长领导 刘晶晶身为成功史上第一位女校长 话题难免不断 民事新闻李志瑞台北报道